绍华山大寨主 赤法龙神冯盔章 正跟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谈话 楼兵禀报 有一人在山口外 大喊大叫 大吵大闹 让我们把国家的要饭献出去 如果听了他的话 一笔勾销没有话说 要不听 他一怒之间要扫平绍华山 请大寨主定夺 冯盔章听完了 火望上撞 啪 桌子一拍 外面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人没报通明信 他说他是开封府的半差官 外貌 外貌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 对对 还没有鼻子 刚说的这 王顺调 你紧走两步 报万当凶 大宅主 这个人可最坏无比 他姓方 叫方淑安 人送绰号 细博大头鬼 这个小子 当初也是陆林道 而后 被徐良把他鼻子给拉下去 故此闹了个无关不全 他不但不恨徐良 相反 处处替开封府 匹护 而今 他背叛 陆林人 保了皇上 在开封府 当了一名校尉 跟着徐良 到处跟陆林人 围仇作对 这次八宝 跌云峰 轻松狼牙剑的失败 跟此人都有一定的关系 他跟了我好几天了 求大寨主 把他抓住 就地处决 才能给陆林人 报仇血恨 哦 方淑安 听说过 他跟王金龙 火玉贵 不是磕头的把兄弟 对啊 可恨之处 就在于此 他是跌云峰的人 反过来 他倒卖了跌云峰 跟这些把兄弟 围仇作对 没有他的勾引 跌云峰 何至于败土地呢 好吧 那他来的是正好啊 这就叫 天堂有路 他不走 地狱无门 自来头 王顺 你先回避 回避 我见着他之后 在见机行事 见警生情 多谢债主 不过 您对他可不能心慈手软 要留下 要留下就是个祸害 本债轻重 来人 陪王壮士 下去休息 有两个负债主过来 陪着王顺奔跨院 让他洗洗脸 喝口水 吃点东西 咱不必 稀说 单说 风会账 吩咐一声 山口外 不准 竹篮 让方树安 进来 见我 竹篮 楼了名 到外边去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把方树安 给领进来 咱们前文说了 方树安跟王顺 是破耙子 飙上的 王顺跑哪 他是紧追不舍呀 王顺进山 他看得清清楚楚的 就是前后脚 故此才赶到 绍花山山口 有人跟他一说 我们大寨主要见你 方树安是 昂首挺胸 晃着细波大脑袋 走进中平大厅 来到里头 方树安一看 豁 太头可不小啊 不次于我们 跌晕风 狼牙见 他往高台上一看 坐定一人 这人长得 阔口脸塞 特长一张大脸 颧骨突出 红头发 红胡须 长得十分凶恶 两旁边站着 四个彪形大汉 每人手中 提着一对大锤 还有俩老头 在桌子旁边坐着 余者篇幅寨主 一个个 威风凛凛 相貌 堂堂 配见 宣边 只怒目 而是 方树安一想 我现在 我现在是 堂堂开封府的 半差官 山西燕 徐良 白眉 大侠的干儿子 我是少侠客一份 我可不能给 开封府的人 丢脸 想到这 他把大脑子一晃 抱腕当凶 我说各位 辛苦辛苦 在下 有礼了 这都是江湖道 耍巴人那套 冯奎长望下一看 好学没乐了 不 赶紧用手 把嘴堵上 心说世界上 再难看的人 还有比他难看的 你瞅这模样长 小脖子戏呢 比擀面杖粗不多少 脑袋大的都出号 大饼子脸还没鼻子 光上个小黑窟窿 一说话 嗡声嗡气的 闹闹瓶 他这玩意不兜风啊 叫人听了 吸鸟望外 那么难受 心说话就这种人 也在开封府当半柴官 真叫人可发一笑啊 想罢多时 他把桌子一拍 啪 下面 你是什么人 扰人 不要玩笑 我问你是谁 姓方叫方书安 人称戏伯大头鬼的便是 方书安 我却问你 你我素日 并不认识 今日 你贸然来到绍花山 要见本寨 所谓何故 哎我大帅主 请问您贵姓高明 赤法龙神 风亏章 听说过 听说过 哎呀 要提起您的名声来 我早就有个耳闻 大帅主啊 一挥声 两挥手 别看过去 咱没打过交道 从现在开始 咱不就是熟人了吗 我来干什么 当然是有事 无事不登三宝殿 假 别着你 实不相瞒 我现在有点乏累 再说初次登桂山 你也得客气点 先闪个座 然后再说 喝 风亏章一听 这小子是个刺儿头啊 自己要座 不给他 显得心胸狭窄 心说就给你个座 能怎么样 来啊 刺座 是 有人搬了把椅子 方说安往这平平稳稳一坐 风亏章问 方说安 你究竟来想干什么 千万 你先甭着急 我告诉你 我现在又又干又渴 我打算淘完水喝 晕晕我的喉咙 然后再讲 风亏章一瞪眼就 来 给他准备水 其实方说安真渴 这位就是个蘑菇头 他利用喝水的功夫 想想词 把水喝完了 方说安擦死嘴 多谢大寨主的赏赐 现在咱们先言少训 书归正文 我呀 追一个人追到这儿来 你追谁 甲徐良 紫面金刚 王顺 就是神权太宝 王兴祖那儿子 你如何追赶王顺 因为他太不是东西了 不但不是东西 而且不是东西 是天大特别不是东西 众人一听好 好像没乐 心说这个说话 怎么这么不利 哪这么多零碎 封徽章接着问 方说安 你说他不是东西 事实何在 鸟啊 你太鸟了 大寨主中饼 这个王顺 他爹 就是神权太宝 王兴祖 这个王兴祖 想当初 应付的君王 东方亮的邀请 赶问南洋府 白沙滩 当了总类官 在擂台之上 招摇撞骗 口口声声 要与开封府的英雄 决一次凶 而且指名典姓 要汇动 白眉大侠徐良 那时节 蒋平 徐良等人 赶奔南洋府 在擂台上 捐一刺凶 你想想 这事能怪 开封府的人 那王兴祖 仗平 又无意在身 啼齿啪叉 啼齿啪叉 把开封府的人 打伤了十几个 小诸葛 沈仲元 胳膊被他打折 白面判官 刘青 腿被他踢断 哎 总而言之 王兴祖 可就露了脸了 像你那样 剑好就收得了 包 得寸进食 贪婪无厌 非要跟徐良比武 徐良被比无奈 当场跟他动手 难知道 他那两下不行啊 让徐良给抓住 咔嚓 像掰烧鸡 大豚一样 把他停了 虽然做得有点过分 但是 那是王兴祖 尽无由自取 赖不着旁人的 就因为这个 跟老王家 结下了仇恨 这紫面金刚王顺 为了给他爹爹报仇 非要找徐良拼命 按一般常理而论 杀父之仇 不供戴天之恨 王顺这么做 也无可指摘 但是他毁不应该 重新更换了乳帽 染成了白眼眉 跑到东京 便良前去作案 最不可容忍的是 念入皇宫 四死娘娘 报答了皇上 而且 他报通的是徐良的名姓 这就不对了 大丈夫敢作敢为 你既然小的有骨头 你就不用等 给别人栽赃啊 这嫁祸于人 真是卑鄙可耻 当金天子 这才传下圣旨 包的人传下唐 徐良正在被迫 捉拿于他 他是手狠心奴啊 在一夜之间 打死钻天鼠 奴方 彻底属 寒张 穿山鼠 徐庆 致死三老兵天 后来 他又投靠着八宝 跌云风 轻松 狼牙剑 投到王点门下 他们狼狈威剑 急需作恶 开封府众人 这才放旨 抄了他的山 没想到 王顺这小子 比泥球还黄 趁着混乱之际 他逃跑了 大寨主 你想想 像他这种 罪大恶极之人 能叫他跑得了吗 我就是在后的跟着他 跟着这来的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就因为这个 我就得抓他 请大寨主 你能赏个脸 把他交出来 你要交出来 有好处 为什么这么说 你跟我们 精水不犯河水 虽然你是个山贼 顶方臭八百里 但是 我们也是陆林人出身 既没奉圣使 也没奉包的人的堂玉 也没有节度使的令鉴 所以 你仍然占你的山 我们抓我们的贼 咱们走的是两条路 你要能把王顺给了我们的 我回去美言几句 你还当你的山带王 我们是清毫无犯 你看有多好 话再翻回来 假如 你要包皮王顺 把这小子收留到山上 你可倒了大霉 惹了大祸 捅了大娄子了 万说白米大侠 徐良不答应 玉面小达摩 白云瑞不答应 开封辅重人不答应 就在我这儿说 我也不答应 到了那时候 山寨一破玉石不分 你可毁之晚 请大债主三思 风会让一句话没说 就在这静静的听一听 一看方硕安晃着大脑袋 白货的嘴压的直冒白墨子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好像是近乎情理 听完了 风会让冷笑一声 方说爱 你有你的看法 本寨有本寨的看法 我赞成王顺 是个英雄 他搅闹皇宫院 杀死娘娘 打了皇上 是英雄的本色 皇上怎么的 老虎屁话摸不着 他就要摸 娘娘怎么的 金枝玉叶 神圣不可侵犯 他就要杀 这是我们陆离人的榜样 我赞成 至于他跟徐良作对 应该 报杀父之仇 有声不可 他打不过徐良 碰不过开封府 只好嫁祸于人 这是被敌无奈 情有可原 像这样的英雄 我想教都没有机会 如今 他投靠我的邵华山 郑重下怀 我一定把他收留 不但把他收留 我还要跟他 结成治疗 谁想碰王顺 一根寒毛 从我这说就不答应 方说爱 我要不把人给你 你应该怎么办呢 哎哟 方寨主 你这个开玩笑 还是真格的 哎 这乃是中平大厅 岂有玩笑之理 那么此话当真 当真 此话果然 果然 好了 封会长 这可应了那句话 好良言 难劝该死的鬼呀 我是出于 陆林人的同情心 这才劝说你一番 结果忠言逆耳 你听不进去 看来 你执意 要跟开封府的人 为仇作对 好了 将来你必自食恶果 告辞了 哪里去 送信去 搬兵去 找我干老徐良 和我老叔御面 小达摩白玉瑞 回来找你 你算账 哈哈哈哈 姓方的 你明白人 说糊涂话 我这是绍花山 这个地方 是巨异 分赃贴 这可不是市场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溜得玩的地方 你要想走 你先问问本寨 我答应不答应 哎呀 方坤啊 你不答应 你还敢把我 如之河吗 那当然了 你这条命 就在本寨手心里 攥着你 来 把他拿下 医生令下如山倒 他大儿子 冯云龙 蹭就过来 来到方淑安 进前一伸手 把老方的衣服领子 给抓住了 吹 吼 踩着你给我过来 就像老鹰 抓小鸡一样 把方淑安 给拎起来 方淑安 你看 这家的拳头 好像皮锤 胳膊 好像防领子 不管动哪方面 自己是甘拜下风 老方一想 光过不吃眼前亏 我动手 也没我的好处 方淑安 干脆就没伸手 再看冯云龙 把他拽起来 往地一摔 把方淑安摔在钢上了一声 啪 搂了兵过来 把方淑安捆了 小刀 也给他卸起起 方淑安是仰面大笑 他这一乐 把裙子乐傻了 风回章气的 把桌子一拍 方淑安 你乐什么 哎呀 甭问 甭问了 行了行了 乐一杀就开刀 吃肉张嘴 上刀山下油锅 我什么都不怕 皱着眉头 不算英雄好汉 像你这种胆小鬼 你还问什么 本在怎么胆小的 我胆小 我敢把你抓起来吗 胆小 我敢跟开封府就作对 胆小 我敢收留 我敢收留 王顺 我风回章 你甭打肿脸 虫胖子 你这就是胆小 我请问你 我方淑安 单枪匹马 就是一个人 我敢进你的少花山 我也不怕 我也不怕 我就不来 那么我来了 这就是客人 咱们俩讲的是道理 今天这不是战场 听也罢 不听也罢 你翻什么脸 为什么我说送信去 你不敢呢 你怕我走 你不是怕我 你这怕徐良 怕白俊瑞 怕人家来了 收拾你 你帮我抓住 打算杀人灭口 这就说明你胆小无数 你将什么呢 方会章 你来吧 给爷爷来个痛快 这时候这紫面金刚 王顺呢 在跨院听见了 本来方会章 让他回避回避 但是他不放心 他怕方淑安这张利口 再把方会章说服了 把自己掀出去 那不倒了血没了 所以他才为他听方 他一听 方淑安实际是激将法 如果红队长把他放了 这事就麻烦了 他要没请示请示 卖部就进来了 大家主 我都听见了 债主爷可别上他去了 这小子一度的转轴 满嘴的谎话 他刚才使用的是激将之法呀 明明他怕死贪生 他反过来还激您 您要把他一放 可就上了他这档了 他回去给徐良众人一送信 邵华山就立刻变成战场 对大债主可不利啊 债主把他杀了就得了 你们大家要没空 我亲自执行 说着紫面金刚王顺从背后把刀拽出来 往前一根布把方淑安的耳朵给靠住 行 方的 咱俩是前世的冤家金世的对头 活该你死在我手 拿命来 王顺举一刀就要砍 正在这么个时候 从人宠之中挤出了一位 这位三步两步 到了王顺的背后 把巴掌轮起来 给王顺呢 就来了个嘴巴 这一巴掌扇的这个脆块劲就崩提了 由于用力过猛 把王顺打得横着出去六七步 王顺单手一无脸 嚼着耳门这嗡嗡之响 什么也听不见 好像没给打拢了 他心里那么这是谁 谁对我这么不礼貌 牛项回头关桥 他一看呢 这主他不认识 此人身高九尺开外 宽宽的肩膀 细细的腰收 头上戴着古铜色 六楞超口硬撞金 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骨叶 并插殷雄球 穿着一身古铜色的短靠 雷着大袋 狮子派 外面配着灰色殷雄场 身边背后 背着一队十八点 属于一摩猪结钢鞭 往脸上一看 面如江黄 凉到红眉 燕尾的黑胡 看岁数四十岁挂灵 真是威风凌凌 相貌堂堂 王顺出到少华山 对这儿一切都是陌生 因此对这个人 他是不认识的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打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大袋主 我看王顺 就是罪魁祸首 您能变糊涂了 赶紧穿话 把他抓出去就得了 这方术案不能杀 单说冯奎章 也是一愣 在他眼皮底下出这种事 他没有想到 但是他一看 打人的这个主 他乐的 贤弟 你怎么发这么大伙 到底为什么呢 别生气 坐下来慢慢跟我说 这个人紧走两步 来到桌案前边 把声音压低 大哥 咱们是自家弟兄 有话 我可不能不说呀 这个紫面金刚王顺 咱收不得 这是个丧门星 要把他收下 主咱们少华山的不利 方术案方才所说 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跟开封 我们跟开封府之间 井水不犯河水 虽然他们是半差官 咱们小名是非 但是咱是公道大王 咱们靠着种地捕鱼为生 不抢不夺 不伤害百姓 所以官府对咱们 睁一个眼 喝一只眼 咱们才得以安安无恙 话又说回来 今天把王顺要给收了 咱可就要倒霉啊 他乃是国家的药犯 把娘娘给炸死 把皇上给打了 完得了吗 徐良的爹还死在他手 完得了吗 如果把他收下 激怒了国家的官兵 激怒了开封府的差官 跟咱们就得决一死战 到了那时候 大寨主你就毁之晚意 不知我说的对于不对 请大寨主三次 裂托托一重 一 experi 很可长得 使用业 leuk